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是国民党非常优秀的委员 李贵敏 李委员来到现场 哈喽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委员 我知道我们国民党 可能这个会期要 要发动所谓的修宪 但是在修宪之前 还有一些 比较争议性的东西 包括莱猪 包括可能中天的问题 当然中天是NCC在管的 这两个议题是 现在的社会蛮关注的 我们先谈莱猪好了 莱猪好像国民党 在11月22号 准备这个支持秋斗 然后走上凯道 国民党对于莱猪 这个议题好像持续在 关注 而且动作还蛮大的 那只猪好像 一直出现 国民党现在对于莱猪 除了当然这是要上凯道 然后还有些什么大的动作吗 我觉得我借今天这样的机会 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就是国民党一直以来 都是非常重视这个食安的问题 了解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很多人讲说 那你国民党注重食安问题 当初你为什么会通过美牛案 但是我要跟各位听众们报告的 就是说牛呢 跟猪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呢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对于食用牛跟猪的比例呢 其实它的差异是相当相当的大 好像有七倍之多 对我们吃牛很少 因为很多人因为宗教信仰也好 或者务农也好 他觉得说牛是对于人类来讲 它的贡献是很大 所以他很少吃牛 可猪不一样哦 猪你会看到 就是说孕妇 她在这个食补的时候 在坐月子的期间 她吃了什么腰子啊 然后肝啊等等的这些 所以我们对于猪肉的部分呢 不是只有肉而已 我们对它内脏的消费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没错 那尤其台湾呢 我们在讲说很多加工食品啊 不管是贡丸也好啊 香肠也好啊 肉丸啊 这些 肉燥啊 这些 都是猪肉 对不对 你有听过是牛肉香肠吗 牛肉的贡丸吗 没有 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 对 所以我们从台湾的饮食习惯来讲 因为就像您刚前面提到 是倍数 七倍以上这样的数字 所以当我们食用的猪肉 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在这样的情形呢 那我们吃进去人体呢 不仅仅对孕妇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更严重的是 我们都知道 baby胎人呢 受孕是在母体的体内 所以如果在孕妇的体内 有残留任何的一个毒素的话 其实对于DNA将来会不会变动啦 等等 它的余毒呢 都是非常严重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国民党坚持反对来猪进口 我们再厘清一下 我们并没有拒绝美猪进口 因为我们看到从2013年以来啊 美国大部分的这个猪农啊 他都已经开始不用瘦肉精了 所以连民进党的委员 他自己都承认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依据的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使用猪肉 瘦肉精的这个猪肉呢 它指的比例呢 是只有到20几% 出场还在逐年下降 对 它有八成以上的猪资 它是不使用猪肉精 那大家觉得奇怪说 那它为什么会这样转变 其实最主要转变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因为前一阵子 有猪瘟的关系 所以它要进口猪资 可是它要求猪资不能够有瘦肉精 所以美国的猪农呢 为了要因应中国大陆 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 那要配合它 所以它就不使用猪肉精 那你想想看 它有20%的是很有瘦肉精 它要往哪里去销售呢 美国人其实吃猪肉的不多啦 对对对 虽然他们有猪排啊 它真的使用猪肉的不多 又更何况呢 它根本没有人使用 内脏 内脏基本上来大概就亚洲人啊 对 在美国的亚洲人才会用 你没有看到美国人吃猪肝啊 从来没有 他们等于是把这些 就像当成像废 废弃物一样的丢弃 在美国待过的人 其实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讲说 以台湾来讲 我们如果纵然是要从美国进口猪肉 为什么不能够像中国大陆一样进口 没有瘦肉精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口瘦肉精的猪肉 对啊 是因为 而且最好笑的是 我们曾经问过陈吉仲啊 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问他说 农委会主委 对 农委会主委 我们问他说 是不是台湾的猪不准用莱克多巴胺 不准啊 不准 没错 不准 台湾的猪不能够用莱克多巴胺 但台湾的人 可以吃含莱克多巴胺的猪 让莱克多巴胺 这个毒素呢 会隐藏在身上 我们讲说是怎么回事 前面讲说台湾的人 比不上中国大陆的人 然后台湾的人 比台湾的猪 都还比不上吗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坚持 对于莱猪的部分呢 我们完全不能够妥协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刚才您提到的 我们除了在立法院 有动作之外呢 我们决定要跟大家 要跟民众一起走上街头 我们要让政府看到 这个跟政治无关 它跟蓝绿无关 它是真正的一个 危害我们台湾 全民健康的一个议题 我们要让民政党 民进党的政府 能够看到台湾的民意 是真的显现出 我们绝对不能够 当次等的公民 可是委员 对不起 我问您一下 可是因为国民党现在 因为委员席次的关系 然后整个政治情势的关系 它明年1月1号就要进口的 国民党虽然动作很大 挡得住吗 挡得住吗 对 如果要表决 如果要表决的话 国民党一定没有办法挡住 可是我想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有一个趋势 因为今天在我来之前 今天其实我们是假动 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五 对 20月23号 然后呢 我们是假动 假动 假急动员 假动 因为在院里面我们要表决 表决的事项呢 在今天早上破天荒 今天早上破天荒是 在野党对于莱猪的议题呢 全部行动是一致的 包括民众党啊 包括民众党 包括时代力量党 OK 只要是提到莱猪 包括标签 我们今天甚至提出来说 好 如果你真的要进来的话 那你好歹 在这个产品的标示上面 猪 本来讲说 猪上面标示 是不是那个美国进口猪 他们说不行吗 那我们就讲说 那我们退而求其之 我们讲说 在我们台湾的猪上面 标示说 这个是我们 台湾猪 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台湾还有所谓的 优良冷冻肉品 双标志 现在这种标示 是台湾猪也不行啊 然后还有这个 关税的税折的部分 我想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在上一次的 这个经济委员会 不是炒翻天的经济委员会 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要求 就是说 如果你美国进口的 到台湾来的这个猪呢 在关税的税折上面 用不同的编号 不同编号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它到底是 对 是什么样的猪 对 然后甚至我们讲 我们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 在想一些办法 这些办法在做什么呢 就是让消费者 有一个办法 他可以发现 这个猪到底是台湾的猪 还是是含有瘦肉精的猪 还是是美国猪 因为消费者有权利知道 他知道之后 他才有能力去选择 对 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如果你不让消费者知道的话 那变成消费者他可能心里想到的 他以为他买到了台湾猪 没错 但事实上他不是 所以我们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要求 就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能够让消费者知道 但是连这么卑微的要求呢 都被否决 为什么被否决的原因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选出来的立委的席次呢 我们就是输人家嘛 输人家的时候 所以你在所有的表决 不管是在院会里面 或者在委员会里面的 我们的席次都少 所以他现在的情形呢 是你只要过半出席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表决 像今天早上一样啊 即便我们在野党 整个全部都整合的情况 我记得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议案呢 我们时代力量啊 民众党还有我们加起来的票数呢 也不过才四几票 然后怎么表决 我们都表决不过 过不了啊 没有办法过半 对 所以我们觉得 行政团队 我们要结合民意 这个单纯的 只有政党的力量的话 我觉得它不够 因为民众党 他还是会认为说 你这个其实就是 为了政治的利益 但不是 我们讲说莱猪这个事情呢 无关政治利益 它单纯的 就是我们民众的一个健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莱猪的 大家现在很多的学者啊 或者很多的医生都强调 他的毒性 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然后当初在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四点委员会 那个是投票表决通过 说可以用莱猪 可以用莱克多巴胺的 哪有说 这种所谓 这种学术 这种应该是 比较属于科学的东西 用投票表决 那现在刚刚这个委员 谈到一个重点就是 李贵民李委员 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猪农 因为要销售到 这个中国大陆去 慢慢也都不用来 八成以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台湾 要吃这种 含莱克多巴胺的 这样的一个猪肉 就会 没得选 到时候 因为我们的食用 每天 你知道委员 我刚才讲 甚至你吃青菜啊 都会浇一点肉汁啊 那肉汁哪里来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 等于每天都在食用 包括我们的小朋友 这个如果吃了莱克多巴胺 包括他的 可能男生的各方面 都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 我觉得大家 不要把它想象 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很多东西 跟国民的健康 到时候 它发生影响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稍微休息下去 让我们正午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思辰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的是国民党的 李贵民李委员 来到现场 我们今天主要一题 可能待会儿 不是可能 就一定会谈到 修宪的问题 但是现在很多 大家关注的议题 恐怕我们也要 今天稍微探讨一下 刚谈的是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进口的问题 在谈中天 委员 我觉得因为 甚至有民进党的 前委员 因为我跟他同台 他说 国民党最好不要摄入太深 不然的话会怎么样 我说国民党 如果不摄入这个 那就不要 以后国民党就解散好了 因为这不是跟中天 不是中天 只跟中天有关 这是非常强调的言论自由 因为这个委员在美国待很久 美国最近都引用那个什么 华盛顿 杰弗逊的话 等等 我觉得言论自由 这四个字 本来以为说 不太可能再去讨论它了 时至今日 台湾这么自由民主 后来发现说 要把它拿回来 再检视台湾有没有言论自由 你不觉得这 实在是 我不能说可笑 实在是有一点失落感 我认为我是有点失落感 怎么会 就是我们讲 叫reset 重新再来一次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人 大概都会有这个 很深的感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是走过 那个集权 专制的时代 然后到民主 那个委员 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 有人在军贸上面写228 我们军官整个脸色大变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是完全不能谈这个事情 是 所以呢 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呢 都会很珍惜 我们今天的台湾的民主自由 那我要提到的一个就是说 平安讲 以台湾目前的经济的发展 我们相对于对岸来讲 其实他们的经济成长 其实是比我们还要迅速的 那我们今天一个 很可以自豪的是什么 台湾的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 我觉得我们的民主自由 才是对岸呈现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精神的价值 那这个民主自由里面呢 涵盖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言论自由 所谓的言论自由 并不是只有你讲的自由 你有任何的表述 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的自由 包括就是说 你喜欢做任何的事情 你要 比如说你喜欢 张扬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啦 或者是说你的 倾向是怎么样子 你都可以很自由的表达 这个是 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价值 那新闻呢 我觉得它很重要 新闻 它为什么会有新闻出来 当初为什么要把新闻局废掉 要让NCC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就是不希望有外力 有政治的压力 它能够干预新闻 我们要让新闻 很自由的发展的重点 就是回归到宪法上面讲 人民有知的权利 人民有知的权利 就是说任何的事实的真相 老百姓 他应该要可以知道 如果你今天透过政治力 去钳制新闻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情形 你抹杀了人民知的权利 因为你只让人民知道 特定的讯息 这个是违反宪法的规定的 那我们讲说 新闻它作为一个第四权 它可以报道所有 它认为已经发生的 一个事实的现况 它让全民知道 它同时达到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说监督政府的一个权利 如果你今天透过政治力的干预 你要哪一台 因为它对于你执政党 它始终是友好的 然后任何你的弊端 它都不报道的情况之下 你才让它拿到证照的话 那其实台湾就变成一个 回归到早期 还没有民主自由一个时代 一个专制时代的一言堂的情形 老百姓所收到的讯息 全部都是你行政单位的大内宣 但大家不要忘掉了 现在是国际的社会 任何的讯息 它其实从网路上面 它是也可以传递的 尤其对于年轻朋友来讲 知的权利 我们不能够抹杀 他们知的权利 毕竟就是说 以我们的年代来讲 其实我们经历的很多 我们也看了很多 然后我们在很多的讯息 出来的时候 即便它是大内宣 即便它是特定的意识的形态 其实平常讲 走过那么多之后 我们是有能够判断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觉得 我们之所以能够判断 是因为我们累积了过去的 这些的一个经验 如果今天你要把这个新闻台中天关掉 如果是单纯的因为它是 因为它常常是特别说支持的 特定的一个政党 或特定的一个政治人物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你就回归到原来的专制的一个时代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 像CNN也对于川普也非常感冒 川普也没有说要关掉他 以前有一个政治笑话 就是美国人说我们民主自由 怎么民主自由 我们可以到白宫 大骂克林顿插插蛋 然后后来俄罗斯人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可以到克里姆林宫 大骂克林顿插插蛋 这个真的笑话很久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到现在 现在是民国109年 我们还在讨论言论自由 真的有点low了 对不对 很可悲 真的很可悲 就好像说 哎呀 好像我们看到鸡腿饭 好好吃啊 什么的 大家认为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我跟这个贵民委员 大概是同一个时代 我们小时候 要到过年过节 才有吃到 可以吃到什么好的鸡肉啊 或干嘛的 平常大家很难吃到肉 是 过去没有什么卖插牢 这种东西了 那现在时至今日 我们这种言论自由 应该是跟穿衣吃饭一样 非常自然的事情 还要拿出来讨论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真的蛮low的 我有时候觉得说 真的 如果我们还在讨论 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 溃萎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 是 没错 就像您提到 那个CNN的 CNN CNN的情形 CNN你如果去打开 CNN的时候呢 他大概是从头到尾 都是在骂Trump 对 可是我们也就像您讲的 我们也看到Trump 他能够把它关掉 因为为什么 他就是尊重言论自由 对 就是说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 很 在民主国家 这个东西已经不用讨论了 所以我们还来讨论这个事情 当然 当然这个包括我们的 CNN 没有啊 我们一切按照规矩来 大家是不太相信 好 委员 我们要谈到今天的 这个 我们要讨论重点就是 修宪 那有个议题 我不晓得 这对国民党来说 不见得是好事 就是下修所谓的投票年龄 台湾要投票20岁以上 那现在这个 希望能够下修到18岁 应该是这样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修宪的想法呢 好 这个我说明一下 其实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那个不管是值得拿还是在党的委员提出来的 关于修宪案的 大概已经有十几个修宪案了 哇 这么多 已经有十几个 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已经有17个左右 那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议题 里面有包括就像您刚刚前面提到 下修年龄到18岁 里面也有提到废考监 废考监 考试院监察院 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要把修宪的门槛降低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什么 内阁制啊等等的 这些的那个议题 其实 内阁制就是很重大的变动了 对 就是种种的议题 你可以发现都在修宪的这个提案上面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那当然我觉得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修宪呢 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 它其实不应该随便启动 对 我常常讲就是说 它就像一个人的你的你的主要的骨干 你没有说你的主要骨干是说 我今天觉得这个不太不太重要 我先砍了吧 然后看在什么地方再补的时候再补起来 所以他们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没错 不能随便乱动 所以我们有经常有征修条文 但是不能把本文给修掉 对 所以原则上面来讲 你应该先把说 因为它既然是你重要的骨干 你就应该先把它都想好 对 然后你必须要知道 你这样做 它的后遗症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都已经确定好了之后 大家共同来讨论之后 然后再一步一步走 那现在因为很多的议题呢 其实我觉得民营党是为了要修宪而修宪 18岁的部分呢 其实民营党提出来 我觉得它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拿这个18岁的议题出来讨论之后呢 因为18岁在各国家来讲 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对于18岁的这个公民权 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有共识的 美国投票是18岁吗 还是20岁 18岁的部分是大家都有 OK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议题是 一个是选举权嘛 对 一个是被选举权 对 那被选举权呢 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 说我刚讲说大概有17个案左右 因为有些的委员提出来就是说 被选举权有些人就认为 有部分的委员认为说 18岁的人也可以被选举 了解 18岁的人也可以被选举 在中华民国要被选成总统的必须40岁以上 对 那他们在提的时候呢 他们就提说18岁也可以 那有些人就提说20岁 有些人提23岁 他就像什么 他就有点像我们在菜市场的时候 买菜的时候 寒假 寒假 但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你要 不是常干这种事吗 这个是不对的一个原因呢 是最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 他是一个你的 不管是房子 他一个主要的架构 或者是你人 人的主要的那个骨干 你都要知道他的功能在哪里 才能够去决定 那18岁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我们当初在提的时候说 修宪的部分 仿造这个世界的潮流 改成18岁 我们也不反对 我们也认为就是说 我们要跟得上时代 那我们就讲说 那既然要改就应该同步嘛 同步嘛 也就是说你民法里面 有没有规定你几岁 可以那个结婚 有行为能力 自己不需经过父母同意 就可以结婚 对 那我们就讲说 那你就同步 既然你的公民权 是从18岁开始 也是啊 你民法的东西 也是从18岁开始 因为你新智成熟 不会只有选举权 被选举权嘛 对 跟其他的部分都一样嘛 对 如果你认为说 现在十字今日 18岁已经新智成熟 对 那所有的法律 都应该适用 对 可是 可是这个部分呢 民营党的部分呢 他们也反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案子呢 那个案子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出去 为什么反对 我们广告一下 我们待会再请 桂敏委员再来聊一下 好 谢谢 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 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国民党的 李贵敏 李委员来到现场 刚谈到 在广告之前 我们留下一个 留下一个上影 说好像他们要 要这个民进党 要求18岁的公民权 就是要投票 被投票之外 就说他们主要目的 好像不是为了投票 或是被投票 是为了什么 真正的 我们观察 真正民进党 真正要的 其实是要 把修宪门槛 下降 因为他们也提了 就是说修宪门槛 应该要下降 因为他觉得 现在的修宪门槛 太高了 几乎不可行 因为现在的修宪门槛 只要是国民党 他不同意 或者是 过不了 他过不了 他过不了那个门槛 那即便国民党 同意之后呢 他还会有 后面的创制复决 还是要全民 所以他会有一个 就是说 是不是要公投 绑大选啊 等等 类似像这样的议题 大家都会听到 这个议题跑出来 要不然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达到 一定的选举人数的话 那基本上面来讲 你就是过不了 所以他们真正的用意呢 是他们现在在喊说 什么改国号啊 什么东西的 那些的东西 基本上来讲呢 他都是希望将来 你在门槛降低之后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可是这个东西 对台湾来讲 其实非常危险 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这个宪法之所以国家呢 就像是一个房屋的主要的骨干 就像我们人体上面的主要的架构 我是想你今天就算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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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里面 有一个器官 它是你医学上面来讲 到目前来讲呢 盲肠了 那你是还没有发现 它有主要功能 那你会主动的 就说哎 这个就直接把它割掉吗 也不会 也不会嘛 一定是说你有盲肠炎 然后等等的情况下 你才会嘛 所以我们回归到 我们今天的主题 修宪的东西 它之所以会有个高门槛 为什么有高门槛 就是因为它不像法律一样 它不愿意让你像法律一样 随便修了之后 随便变动 因为它的影响层面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才讲说 修宪它有个高门槛 在那边的原因 真正是这样 那你看各个国家 它其实也是 别的国家 你有看到美国三连两头修宪吗 没有啊 没听说过 对啊 它的言论自由 它的First Amendment 它的Fourced Amendment 它都是在非常严谨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才会发生 从历史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从台湾 从以前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已经有过 这个七次的 这个修宪的记录 但是不是修宪 每一次是越修越好 没有啊 没有 因为修宪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修好 它也可能会修坏 对 比如说像隔魁同意权 隔魁同意权 我们当初 本来立法院是隔魁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的 对 后来修掉了 对 后来去换那个动审 动审 动审 部分交换嘛 所以他把隔魁的同意权删掉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 在一党独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苏院长 那个在质询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会杯葛 就是我们不要形式上 形式上面的总质询的报告了 因为你的施政报告 如果只是你那边 直接直接念了几页之后 然后问的时候 你也不回答 我想上次的这个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个画面了 就是说在质询的时候呢 苏院长把那个陈吉仲主委的 那个麦克风压掉 压下来吧 这个麦克风 对 然后那个陈时中的麦克风 压下来 这个宪法上面 这有点夸张 太夸张了 后来国民党会要主张修法 再这样的话 可能要拿掉你的那个 对不对 拿掉你的官位 对不对 但那民进党就说了 民进党说 那你怎么会立法权 预阅行政权 我们说没有啊 怎么有预阅行政权呢 我们只是要确认 宪法上面保障 立法委员的质询的权利 它是一个实质的权利 它不是一个形式的过水 不是我在跟你在那边说相声啊 结果搞了半天 只是形式过场一下 就根本没办法发挥监督的力量 没错 而且苏院长在提的时候 他还没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让他解任啊 你还是可以再 再聘任一个合适的人 就是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这些打混的官员 在这个他的位置上面 不做事 你不要来跟我扮嘴啊 对不对 你要接受我的监督跟质询啊 结果 你的角色是好像选举一样 跟我在那边扮嘴 那请问一下 我跟你扮嘴了半天的结果 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 那请问一下 那这种所谓的立法权监督行政权 有什么意义没有 整个毁坏 所以你会看出来 你会看出来说 这个修宪的整个议题 如果能够让这个修宪的门槛降低 然后执政党呢 民进党呢 他可以为所欲为的话 那将来其实台湾呢 其实就是一言堂 他没有他没有所谓的 他现在喊出来是喊三权分立啦 他说他要废考间 废考间基本上来讲 也是一个假议题 为什么呢 如果注意的话呢 你们会看到 在上个礼拜审考试院预算的时候呢 他们的预算也是编的非常多 完全不像他们当初 要废掉的感觉 完全不像要废掉的感觉 也不像当初考试院长讲说 他是末代院长 如果他是末代院长 比如说我们讲说 你要这个房 你要搬家了 对不对 你好歹你就是把房子清空 慢慢的 你不会说在里面还增添家具 那昨天我们在审 昨天跟礼拜一 我们在审监察院的预算的时候呢 他不但是 不仅仅是一个末代的监察院 而已 他还扩充他的 这个很多的这个单位 他的预算 他的预算 他还扩充的 监察院还扩充预算 对还扩充预算 因为他讲的 他有一个人权委员会在里面 这个人权委员会里面 那是我们花吗 是 对 他有更多 那我们讲说 那你这个是司法的太上皇吗 所以我们从这些民党 实际上面的行动上面 你就会看到 废考间基本上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你如果从他的预算上面来看的时候 如果他真正是废考间的 在现在我们需要纾困的情况之下 国家需要钱 财政需要钱 老百姓需要钱 我们的企业 不管是航空旅游 这些的餐饮 他们都需要钱 那这些的时候 不难道应该把政府 如果有一点点钱 应该把这个钱给我们的老百姓 怎么会把这些的钱再拿去给你要废的机构 再继续要让他壮大呢 所以我们从这些实物上面的情形 我们看到废考间 在修宪上面的废考间 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废考间当初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要废考间 现在讲难听的 我是执政党了 我现在需要很多人 到该去的地方 所以考试院监察院也是可以安排很多人的地方 这个东西目前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那现在就说 你现在考监院不废 然后继续还扩大预算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国民党还能做什么 因为我认为啦 现在花妈既然去了监察院 这个监察院要废 短时间是不太可能 包括考试院在内 对不对 所以那现在就变成说 我们国家预算无限扩张吗 我们现在国家预算已经很紧张了 包括我们还要增加国防预算 去买一些武器 对不对 进来美国卖台湾很多武器 一下就五十几亿美金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怎么办呢 委员您身为立法委员 觉得在野的力量怎么样能够发挥 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民意代表选出来的席次 平安讲因为太少了 那碍于这个表决权 很多的东西呢 他都没有办法真正在立法院里面 发挥功能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要把那个政党的这个色彩啊 真的是要抛开出来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把政党撇掉之后 跟民间的团体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challenging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民间必须要能够听到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情形 然后也愿意站出来 因为毕竟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后 你如果是因为民进党他现在 不像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会像王院长在的时候 他还是会 比如说即便你是在野党 即便你表决的是少数 但是呢 你的意见他会听一下 然后再采取这个拖欠 王金平院长过去在当院长的时候 我觉得蓝绿都服气 也没有人说他偏颇哪一方面 现在我不晓得 因为现在这位院长 院长副院长都是民进党的 说是没有 就是好像没有偏任何一方 我也怀疑了 我非常怀疑 因为我们昨天那个沈预算 沈预算你会看到离谱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在估预算的时候 各个职等的人 比如说他讲说这个有阻密啊 等等的 这个个职等的人 他在算那个 你知道公务员的薪资 他是有点数的嘛 他算的点数呢 是用他最高那个职等 比如说 最高的点数 专门委员 他不是有个range吗 他用他最高的点数去算 然后这个也不打紧 我们讲说你去看预算的时候 里面还有一些什么 出国的旅游的预算 我说现在大家都已经 国境都已经关了 怎么出啊 对啊 你还编这预算 对还编这些预算 然后更可笑 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有冻结他了 然后我们冻结他的这个 70%的这个七成的这个 这部分预算 然后他就有其他的花样 就是这个花样呢 就是说从别的地方 他说他要办国内的研讨会了 那我们讲说你要办国内的研讨会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国际的费用 他说因为我要邀请学者 从国外来 我们讲说国庆都关了 不是只有你出不去 你国外来不用不用不用 国外也来不了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很多预算编了以后就要消化预算 然后你如果执行预算不利的话 到时候会被检讨 所以呢 我在岁末年中的时候 或是在这个预算 就是预算年度尾巴的时候 我就赶快把它消化掉 那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开玩笑好不好 这个东西你这样乱编的结果 开玩笑你那个税啊 欠个多少钱就追到你家里去 然后我们的纳税钱是这样用的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应该 好稍微休息下去 回到我们政务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政务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国民党的 李桂敏李委员来到现场 委员 国民党当然在立法院现在 当然人数不太多 然后跟民营党有一些汉格 国民党希望透过这样的人数 当然除了修宪之外 包括烤监 烤监现在暂时也废不了了 对不对 那国民党认为说 你除了莱猪之外 还要给人民什么样的展望 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会觉得说国民党还可以在立法院 尽力的 虽然人数不太够 对我要跟 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 就是说我今天在国事论坛 我讲了如果大家去看实际上面的数字 我们去检讨的话 其实执政的人才 还是国民党才有执政的人才 然后这个不是说 这个民营党是从来不承认的 我们经济也有人才 对但是我是用实际上面的数字来看 我们现在看从民营党 从我们就讲最近好了 不要不要拖到以前陈水扁时代什么 不要太远了 太远了我们就讲最近好了 我们看到这个从口罩之乱 然后莱猪之乱 接下来是疫苗之乱 人家都已经先问他了 就是说他 我没得打 我58岁现在是暂停施打 是 对不对 50岁到64岁暂停施打 人家原来就问他说他要不要多定一点 他说没有问题 然后他还去广告讲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打 那等到现在疫苗不足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说其实不打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看到说这陈时中 陈时中还示范给大家看 对对很奇怪 很奇怪 但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跟民间的 这个大家能够感受到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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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但有个问题 其实跟人民更息息相关 其实经济的问题 经济对 经济呢 民进党一直在每一天都在讲说 反中啊 仇中啊 他都在灌输着 可我们从财政部的一月份到八月份的数字上面看 我们经济上面请中的倾向呢 他是高达到八月份到46% 比过去更多 更多 然后他在国庆的时候呢 蔡总统抛出来一个就是说 那个供应链呢 全方面要重新改组 所以我们就讲说 那你是改组 是要把它改到东南亚呢 还是要把它改到美国 而是不是因为你去用莱猪换了我们跟美国之间的BTA 或者是FTA 没有 没有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问他说 那你那个TIFA你都没有弹出来 现在status是什么东西 TIFA它就是一个framework嘛 对不对 你连那个框架都没有出来 你讲说你会有BTA 所以他也不敢讲 对不对 然后FTA当然就更没有 对不对 你TIFA的status FTA自由贸易协定 对 他都没有 那你还讲别的什么东西呢 好 那我们讲说那你是新南向 可是你如果是新南向 他又喊了新南向 但我们去看实际上面数字 这也是那个官方的数字 不是我们自己创造 2007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新南向的这个产 就是说叫贸口的贸易的这个数字呢 只有17%多 到2015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上升到 占我们出口的部分21% 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 民党在喊新南向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他调回来19% 比重反而下降 反而下降 原来2007年时候 只有100 只有100多亿美元的那个贸易的 就是马英九在上任之前 对 当马英九的时候到200多亿 然后现在又调回来到145亿 所以你喊了一个新南向的政策 你是很会喊 但是你喊没有用 那可能老百姓觉得说 这个太学术了 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但你要考虑到 这个影响到你的就业 影响到你的经济收入 影响到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薪资 实质薪资 实质薪资 为什么现在以前我们去 我们那年代买一碗牛肉面多少钱 还十几块钱吧 对 对不对 现在一碗牛肉面多少钱 100多了 100多块钱 可是你的薪资有没有涨了10倍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在讲说 你的政策的错误呢 错误的政策 其实比贪污还可怕 如果你不能够订定一个政策错误 我们就回到刚才讲说 供应链重组 那你是要把这个43%多或46%多的 这些对大陆的依赖 砍掉吗 对 那台商通通砍掉吗 那台商他不能够有 他拥有按照以前的这样的交易的情况之下 他聘用的员工 这些员工你要让他流离失所吗 那个时候就不是一块钱两块钱的问题 那个是真正的 就是你生活要非常非常惨淡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们原来希望的都是 每一个人不仅仅是要有钱 让每一个人他要消费的东西 他都能够消费 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让台湾人民达到均富 所以委员国民党的现在的主要诉求 就是把一些现状给他掀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叫了半天 事实上你根本做不到 你反而像说对大陆的依赖 可能我知道 我看过很多节目 说今年比过去这几年依赖更深 那你到时候万一 万一有个什么两岸有什么闪失 那台湾的经济不是完蛋的吗 对 就像我举个例来讲 主任提到这个东西 我刚提到数字是一月份到八月份的 九月份那个数字更惊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华为拉货的关系 了解 华为拉货的关系 所以那个数字更惊人 好那你现在 所以上次我在咨询的时候 我问我说你随着川普起舞 对不对 因为他希望增加中美之间的抗争 来拉抬他自己的声势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那毕竟是他 可你台湾打什么代理人战争呢 你台湾打什么代理人战争 我们已经在 你看像瑞士很聪明啊 瑞士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一样他还是中立 不管你德国 法国 不管你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台湾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 其实很重要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跟他 去做这些教牌的东西 你相信看 你如果说你高达将近50%的东西 经济的这个来源的部分 你把它砍掉之后 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么重 尤其我们在讲说 纾困不管是2.0也好等等的 这个都是需要钱去做的 那老百姓已经苦哈哈了 尤其这些餐饮业啊 旅游业啊 运输业啊 他都苦哈哈的 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们集全民的力量 先把这些资源给这些需要的人 但你现在如果行政单位呢 你想不开 你除了不把这个行政资源呢 给需要的人之外 你还自己去经济上面 做一个自杀的动作的话 那你不是让台湾的经济 台湾人民的生活呢 雪上加霜吗 对啊 因为像因为因应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 世界各国都发了给人民很多献金 我们是发了 我们是主要国家里面发的最少的 对 然后我发现说现在的基层 其实真的 因为我了解很多包括店啊 餐饮业啊 甚至旅游业 他们真的苦哈哈 对 经济哦 这种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对 你到底你看我们的薪水 然后我们 我们现在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然后刚刚想到 刚刚这个贵民委员谈到说 预算编的好宽松哦 还有一些这个私房钱啊 编在预算里面 然后这样子编法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有相对剥夺感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可能要靠再也继续检读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预算这个问题 包括钱这个问题恐怕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尽头啊 对 可是我们的钱可能很多人都快用到尽头了 是 所以这个非常严重啊 对不对 对 尤其欧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新冠疫情的情形 它有复发的这个现象 对对对冬天 复发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其实是应该除粮的时候了 就像时候的我们应该除粮 我们应该把大家的这个资源能够集中 这个资源呢 不要再把这个钱花在大内宣上面 这个钱其实应该花在真的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 这个钱真的是要让老百姓最起码能够安安定定的过日子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可是我觉得我是有点沮丧了 因为当初那个所谓的三倍券 事实上只发两千块钱 发完了就没有了 没了 我说人家香港也是发了好几万 澳门发了好几万 新加坡发了好几万 日本发了好几万 美国发了更多 然后他们现在还在 这美国又在讨论期讨论二次纾困 那台湾两千块就没了 是 新冠疫情对一般民众的损伤程度 只有新台币两千块钱 对讲到这个 我就不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不是啦 但我要讲说 国民党在第一个时间呢 就提出来说要用现金 对 可是呢 民党觉得这个没面子 所以呢 他就坚决的 他不要用现金 他就讲出来一个理论呢 就是说三倍券 他讲出来理论三倍券 可是你这钱到了哪里去了呢 你钱不是到了给 比如说去印那个三倍券的厂商 花了好几亿 你花了这个钱干嘛 你把这些的钱 如果把这些的钱 是给我们需要的民众的话 它不是更有价值吗 你为了一个政党不同的意见 你就是也不要按照以前的什么消费券啊 什么东西的 你通通不要 你就是认为说 你绝对不能够copy国民党好的政策 但是问题是好的政策 他应该是不分党派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民主国家里面 为什么事务观 他一样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好的政策 你就是要继续推行 对 但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情形不一样 他为了要跟国民党区隔 所以他一定要去弄一些花样出来 可是这些花样出来 他要嘛就是说 他的花样出来是真的有效 但我们也没看到他有效 我们从所有的这个资料上面 其实都可以显示出来 他都是失败的 包括我刚刚前面讲的新南向政策 也彻底的证实他是一个失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特别的呼吁我们的那个 听众朋友 对听众朋友 对于真的朋友 你有好的想法 我们也欢迎 随时跟你民意代表 你所在地方的民意代表 也跟我们联系一下 因为我相信呢 这个大家有很多的东西 也许是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想到的 如果大家有很好的构思的话 也让我们一起知道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为台湾这块土地尽一分心力 其实我最后 最后因为节目 因为时间不够 因为岁末年中 我在想说 大家只想安居乐业过日子 有一些钱可以让小朋友 发发红包 自己可以有一些 这个费用 可以让自己能够再过年 过一个不予匮乏的年 这是民众最基本的需求 不要老是想要关什么台 要干嘛的 我觉得那种政治斗争 太多 我觉得对于执政党来说 是一大的疑伤 好 因为时间非常谢谢国民党的立委 李贵敏 李委员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是郑师成 我们下周六 正午好时辰 同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